常吃发酵食品会有助于减少体内炎症 医生提倡四种食物可多吃 临床医学针对于人体刺激性反应而发出的红 肿、热、痛等防御功能障碍现象归类为炎症疾病 在三到五天的时间之内 通过服用抗生素药物以及消炎药物抑制分子扩散 稳定自身病情 根据2021年感染性疾控中心数据统计显示 我国患有炎症疾病的人群高达了1.15亿左右 因自身炎症性感染而又发癌症疾病的人群占据了36.9%左右 体内炎症产生原因 我们要先了解炎症发作的原因 才能更有针对性减少其发作 炎症的类型有很多种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患炎症 有的炎症会外在地表现出来 像我们脸上长的一些挫疮和火阶子 有的炎症会以疼痛的方式表现出来 比如我们的某些部位的关节炎等 一旦我们体内的细胞受到损伤 或者是激素紊乱的话 就很有可能会出现炎症 吃发酵食品能帮助减少体内炎症吗 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一项新研究表明 酸奶泡菜酸菜和酸乳酒等发酵食品 可以通过增加肠道细菌的多样性 来帮助降低体内炎症 而科学家发现健康的肠道微生 跟很多方面有着一定联系 比如降低罹患某些自身免疫疾病的几率 增强对高血压等疾病的抵抗力 以及降低炎症对心理健康的保护作用 发酵食物是什么 发酵食物是一种通过微生物转化和发酵过程 制作而成的食物 这种食物的制作过程中涉及到各种不同的微生物种类和发酵方法 因此其种类和风味都非常丰富 在发酵过程中 食物中的营养成分不仅得以保留 同时还有益于人体的消化和吸收 微生物在发酵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例如在制作酸奶和奶酪的过程中 乳酸菌会将乳糖转化为乳酸 使食物口感更加酸甜可口 同时乳酸菌还可以增加食物的营养价值 例如提高钙的吸收率 发酵食品有哪些好处呢 发酵食物不是越多吃越好 一 杀死有害微生物 易生菌食品所含微生物能在肠道内形成一层保护层 抵御沙门氏菌和大肠杆菌等致病菌 对抗肠道菌群失调 对治疗肠道念珠菌感染也有帮助 二 解毒作用 营养物质有利于吸收发酵后的酵母 还是一种很强的抗氧化物 可以保护肝脏 有一定的解毒作用 酵母里的锡 各等矿物质能抗衰老 抗肿瘤 预防动脉硬化 并提高人体免疫力 发酵后面粉里一种影响钙 鎂、铁等元素吸收的脂酸可被分解 从而提高人体对这些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利用 三 合成新营养 很多食物经过发酵 原有的营养成分可以成倍增加 或者可以合成新的营养 进一步提升食物的营养价值 比如大米、面粉发酵做成馒头、发糕等以后 营养成分含量更高 像蛋白质要高出两倍左右 还能合成大量B族维生素 特别是维生素B12 对预防恶性贫血很有好处 四 促进消化 在发酵的过程当中 微生物会帮助人体消化这些食物 也就是食物的营养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和吸收掉 同时还会微生物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产生很多的美 能够帮助人体消化和吸收 特别适合肠胃功能不好的人群 五 提升人体免疫力 当发酵食品的有益菌群进入身体后 会在肠道中积累 减少了有害细菌的生存空间 达到某个时机后 这些有益菌便占据了主导地位 人体便可减少细菌感染一类的疾病 身体免疫力增强 常吃发酵食品会有助于减少体内炎症 医生提倡四种食物可多吃 一 果酒食品 这种食物现在在生活中很常见 它是通过种族和宗教途径获得的 会产生大量营养 对每个人来说 身体素质都是不同的 可以促进人体血液循环和低密度之蛋白 增强人体免疫力 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二 酸奶 酸奶是一种富含益生菌的发酵食品 它是通过牛奶发酵而成 益生菌在肠道内可以帮助消化食物 抑制有害菌的生长 从而减轻肠道炎症 此外 酸奶中的乳酸菌还能产生乳酸等有益物质 有助于调节肠道酸碱平衡 进一步改善肠道环境 因此 每天适量饮用酸奶 对于维护肠道健康具有很好的效果 三 骨类发酵物 常见的骨类发酵物是醋和面包 经过筛选以及微生物的发酵形成这种食品 进入人体后能使皮肤表层细胞加速运动 帮助体内的毒素和垃圾尽快排出 特别是中老年人可以多吃这种食物 能促进血液循环 改善肠道环境 有效预防炎症 四 蔬菜发酵食物 蔬菜发酵类食物 常见的有酸菜 泡白菜 酸豆角 酸笋 酸黄瓜等等 就是利用蔬菜进行腌制制作而成的一种食物 大约腌制15天左右的时间就可以食用 在中国也是很多家庭当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腌制菜品经过发酵 主要是由乳酸菌 酒精 醋酸菌等微生物发酵而成 每一种腌菜的口感各不相同 也具有抗菌美容养员帮助消化的作用 哪些人不适合吃发酵食品 体质偏虚冷的人和肠胃功能不好的人不适合长期大量的吃发酵食品 如果经常的吃可能会增加肠胃负担 不利于肠胃的消化与吸收也不适合高尿酸人群 如果血糖升高的患者或者是患有糖尿病的人也是不建议吃发酵食品的 因为发酵食品中的活性物质比较多 能够促进人体血糖的分泌导致血糖的异常升高 温馨提示夏季自制发酵食物有风险 在食物发酵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多新的有机物和微生物 它们可能对人体有害 需要经过严格的工艺流程和检验环节才可以安全使用 而夏季温度较高 家庭自制发酵食物不具备生产条件 存在有害微生物和有害化学物超标的风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